向前请大家回想一下 从小到大 有没有哪个人 以身作则的好榜样 深深影响了你 请大家其实现在花点时间 你来回顾思想 甚至你手边有纸和笔的话 你可以简单地写一下 从小到大 曾经有谁 以身作则的好榜样 深深影响了你 也许是你的父母 也许是学校的某位老师 或某位学长 某位同学 或者工作单位的前辈或同事 或者是教会当中的属灵 前辈或同辈 我自己这次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也花了时间思想 结果越想越多 而且丝毫不夸张 不勉强 每一位都的的确确 是有好榜样 而在我的生命当中 产生了影响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当你回想起一些人 如何以好榜样 影响了你的时候 你心中会充满感恩 这也真的值得我们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自己也有心智 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 我们能够对周围的人 甚至包括自己的下一代 产生正面的影响 尤其我们基督徒 要看重在信仰上 发挥影响 造就门徒 心火相传 因为我们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对人能够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过今世一切短暂的影响 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 翻到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四个星期前我提到过 有一个词 这些事 在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后书 以及提多书 《三卷教路书》书信里出现了超过十次 而且全都是关于 言教或者是深教 那在提摩泰前书 第四章就出现了四次 前两次是关于言教 后两次是关于深教 那言教和深教都很重要 在四周前的那篇信息 我的重点比较多在于 言教 今天我们会多谈深教 让我们先一起同声来读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的十一到十六节 手中有圣经的 看圣经 手中没有圣经的 就看荧幕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十一到十六节 我们同声来读 请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 你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 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 这些事 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己 又能听 救听你的人 这段经文 我们在过去八年 看过不止一次 但我希望今天所谈的 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 不会只是 头脑知识的大道理 而是自己实际可行 也愿意行的 我要谈的第一点 是先力求建立 以身教强化言教的心智 我们再次注意 四章十一和十二节的关系 四章十一节是言教 实际上是四章一到十节的一个总结 而四章十二节开始谈身教 保罗劝勉提摩泰 要有心智 做众信徒的榜样 从这两节的关系 十一节十二节的关系 可以归纳出一个实用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力求建立一个心智 凡是我们以言教去劝勉别人的 自己要愿意认真的照着去行 我的小外孙现在一岁半多一点 我们注意到他非常喜欢 学着他的爸爸妈妈做这个做那个 他会学着妈妈 妈妈怎么带着他翻书 他自己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着看 也会在妈妈上clean up的时候 很开心地起敬地 效仿妈妈把所有的玩具归位 最妙的是我的女儿从别人那里 免费拿到了一个给小孩玩的小厨房 我的小外孙常常喜欢到他的小厨房 模仿妈妈烧菜 忙得有模有样 更让我们感恩的是 我们的女婿是一个很肯花时间 跟儿子在一起的好爸爸 我们那个小外孙真的好喜欢 各样的事情都跟着爸爸 爸爸怎么做 他也试着照样做 我们都熟悉一句成语 耳濡目染 讲的岂不就是言教加深教 能够带来的影响力吗 我想为人父母的都知道 有些事情 我们自己原先未必做得很好 但是为了孩子好 希望帮助他们养成一些好习惯 我们就愿意自我要求 有更好的机遇来带头做 来树立榜样 其实在造就门徒 心火相传的事上 道理是一样的 你如果 比如说你如果相信 每天稳定的读圣经 稳定的祷告 这样的习惯 是对于你现在关心的人 或有机会关心的人是好的 那么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带着他 陪着他一起做一段时期 就算你自己目前还缺乏好的几率 你自己做得还不太稳定 只要你相信他的价值 只要你肯有心智 以身教来强化言教 你就可以去邀请别人 与你一同追求长进 那我多次提过 从我早先牧养的教会开始 然后还有来到ACC 之后也继续 我们为每一位刚刚受洗的人 都安排了半年的跟进计划 那这个跟进计划里面 有群体的部分 那在我早先牧养的教会 实际上所有受洗 还没有满半年的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晚上 大家都到我们家来聚一聚 我们一起追求长进 那来到ACC之后 因为大家聚的 做得比较分散 范围太大 我们就只好透过每一季 都开的初性成长班 来做这个群体的部分 我们的半年跟进计划 还有一个比较个别的部分 就是让每一位受洗者 在申请阶段 就要先找到一位基督徒 承诺在他受洗之后 有半年的时间 定期关心他 带领他 陪伴他 一起成长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 每一位带领者 在各方面都已经有 很好的榜样 但是也曾经有过 后来被选中的带领者 虽然原先 在其中一些方面 还没有做好 但是他认同 这边所列的 每一方面事情的价值 他也愿意 与新的受洗者 一起努力追求长进 所以我们就还是答应 这样的安排 乐见其成 那这样的设计安排 当然主要的目的是 帮助刚刚受洗的人 但是如此设计的 其中一大目的 也是希望 让我们更多的基督徒 有机会做带领者 然后因为带领别人 自己也被激励 自己也更积极地 追求长进 那我和我好太太 受洗两年之后 搬到洛杉矶 不久就开始配合团契 以及教会 接下带领一些小组的责任 从那时候开始 没有间断过的 就在传契聚会之外 我们带过好多个小组 带过好几批的人 这样子才开始带了两年 我们两个人 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体会 原来带领别人 对我们自己的帮助 太大了 因为要带领人 我们自己在所有那些 根本的事情上 都不至于懒散松懈 凡是对别人有益处 这些礼当追求长进的 我们有心志 要格外地努力 来树立好榜样 在我们都已经全职 释奉很多年之后 我们两个人 还是深深感受到 能够与别人一起追求成长 绝对是对我们自己的一大帮助 我们年复一年 跟这些刚性主的弟兄姊妹 一起做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比如说会一起背一些圣经的经文 我们也会把旧约 新约圣经的目录 都背熟 他们背我们也背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背 可以去邀请别人一起背 那结果是帮助我们的心 始终年轻 维持单纯 所以我是打从心里 诚恳地鼓励每一位基督徒 一定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机会 去邀请别人一起成长 就算你信主还不久 很多方面还没有走得很稳 只要你有追求长进的心 只要你愿意 你有这么一个以身作则 树立好榜样的心智 你就可以开始去邀请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鼓励 信主多年 却从来没有如此做的弟兄姊妹们 趁着这一生 还有机会早早开始 这对别人有益处 对我们自己也有益处 会帮助你和我的礼命 又年轻活泼起来 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 多谈一个买实际的事情 我相信教会里面 应该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经验 你因为有侍奉的责任 比如说你担任小组长 团企主席 或者在主日崇拜当中担任主席 要负责报告 自然会要帮忙推动一些事情 比如说要推动大家养成 每日读经的习惯 推动大家参加祷告会 推动大家报名参加主日学等等 有的时候你需要推动的事情 你自己都没有做 你想到要推动的时候 你心中有点为难 我知道有的人为了诚实的缘故 选择避开推动的责任 所以报告的时候就跳过那一部分 提都不提 这种挣扎我是知道的 我开始在一个大概六百位成人的教会担任 团企主席 主日学老师 崇拜主席 教会执事的时候 不仅年纪轻 那时候三十岁都不到 我的灵命其实也还很浅 受洗才四五年 太多的事情 我必须站在前面 报告推动的时候 我心中也做难 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好 我哪有资格去劝勉鼓励别人的 但为这件事情 我考虑祷告之后做的选择是 只要这些事 客观来说是对别人有益 是基督徒理所理当追求长进 我就抱着既推动别人 也推动自己的诚实心态 不打折扣的推动 邀请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这依然是在于心智 所以我在这个信息里面 一再强调的 不是你现在已经做到多好 而是强调你是否有 愿意以身作则 追求长进的心智 好四章十二节保罗对提摩泰说 不可教人小看你年轻 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情节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那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五方面的身教 在我们一一谈四章十五节这五方面之前 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下在那之前的四章七到八节 在那里保罗谈到了操练进前的必要性和价值 从操练进前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操练进前的角度来看四章十二节 不只是符合解经原则 也会帮助我们在生活应用上 更加的具体 也更加的实际 四章十二节提到的每一方面 我们如果只照一般的标准去衡量 有可能看不太到自己有多少改进的必要 但是如果我们从操练进前的角度去思想 就比较可能会清楚感受到 必须更积极地追求掌进 那近前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十五次 其中十次是出现在所谓的教目书信 也就是保罗在离世之前的最后几年 写给提摩泰 提多 几个人的几封信 那在教目书信当中的十次之中 又有八次是出现在我们今天读的提摩泰前书 所以进前毫无疑问 是提摩泰前书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主题 英文圣经用godly来翻进前 不进前呢 怎么翻 那英文圣经除了用ungodly来翻 有的时候也用godless来翻 那我们把这几个英文字摆在一起比一比 可以把敬前的定义定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lessless是比较少 ly是比较多 所以一个简单合理的理解是 一个人有多敬前是在于神在他的心中 究竟占有多少的分量 一个人有多敬前也在于他的生活 自然流露散发出多少神的美善 那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来看四章十二节提到的几方面 如果类似像身体检查 透过各个指标来显示你目前属灵健康程度的话 在言语方面 你目前的敬前指标是高是低 自己在心中打个分数 行为方面呢 爱心还有信心方面呢 属灵的清洁方面呢 那我举言语做例子 在信主之前 我只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爱讲话的毛病 小学初中好几次老是在前面教课 我在下面跟旁边同学叽叽叽叽叽 然后呢为此备罚 那除了爱讲话这个之外 我早先没有意识到 我在言语上有什么缺点 但是信主之后不久 就开始意识到 有些以往跟这些哥们嘻嘻哈哈 讲得挺起劲的话 与我现在基督徒的身份 是不相称 特别是开始参与侍奉之后 更多次警觉到 真的是言多必失 不只是会让别人不舒服 其实很多时候 也影响我基督徒的生活见证 也连带影响我的侍奉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都已经开始读神学院的第一年 曾经有一次 跟着一群人在一起闲聊 我又照着我的老习惯 随口开玩笑 弄了一群和我同工多年的好朋友 很惊讶 然后不提醒我说 信道啊 你将来是要做牧师的 讲话不能这么随便 当时我真的是知道 很不应该就面红耳赐 感到羞愧 也感到懊悔 随着我在事丰上 带领别人的责任 日渐增加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感受到 在言语上有好见证的重要 但至今这仍然是我需要 努力对付的弱点 特别雅各书说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这真的并不容易 却又是十分重要 需要我们以操练 尽全的心来追求掌尽 我先挑到后面谈 清洁方面 多数学者认为 四章十二节 主要指的是 人际关系上的清洁 特别就在这同一封信的 五章二节 保罗对提摩泰说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总要清清洁节的 这边还能是与异性相处上的清洁 我们知道 即使是非基督徒 在人际关系的清洁方面 也都是有着一定的标准 但是我相信 很多基督徒有切身的经验 在信主之后意识到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理当更加的严谨 照着神的期望 活出更合神心意的生活见证 那可以操练尽全的心 追求更高标准的清洁 不仅会为我们自己 带来更多的保护 也会带来更多的福分 所以让我们 就能够帮助我们光明健康的 来享受所有和神心意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再挑中间的爱心做例子 我信主之前 我不但不觉得我自己 在爱心方面需要改进 我还真的以为 我跟周围的人比 是很有爱心的 但在刚信主的时候 我也的确甘心乐意的 参与很多爱心的服饰 固定接送人 开车带着没有车的人 去买菜购物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积极参与捐款的推动 帮助缩练者的家属 募款 我多次接待人 住在我家 所以这些 就让我 以为 自己在爱心方面的表现 挺不错的 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对 什么是爱 有了新的理解 尤其是我被征召 担任团契主席 才一两个月 我才非常惊恐 也非常忧愁地发现 原来我根本不爱 我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 原来那竟然 是我最大的缺点之一 哥林多前说十三章 所提到的爱 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可以被用来衡量 自己爱心的程度 如果我们花时间安静 一句一句地 细细地琢磨思想 为自己目前的表现打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发现 自己还有相当大改进的空间 如同一位圣经学者所说的 耶稣自己 就是哥林多前说十三章 所讲的爱的最好的诠释 所以如果我们真有心 在爱心方面长静 有好莽样 就从操练敬虔的角度 来努力 我为了要晋升研究门徒造就 我去读教母学博士的时候 有一门课 老师给的作业之一 就是让我们写下 门徒造就 Discipleship的定义 写那个作业的过程 帮助我得到了一些 后来影响我侍奉的结论 首先我们华人教会常常喜欢用门徒训练 来翻Discipleship 这样的翻译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 Discipleship只是一个短期阶段性的事情 让人误以为只要上过一门课 受过一个训练就算完成了Discipleship 我觉得更合适的翻译 应该是门徒塑造 或者是门徒造就 因为Discipleship实际上是持续不断 塑造人成为越来越好的 主耶稣门徒的一个过程 就好像活到老学到老 这句话所说的 作为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本来就应该是一个 一生持续到老的学习过程 实际上生命的更新 Life Transformation 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承圣 Sectification 门徒造就 Discipleship 讲的都是基督徒 持续一生 灵灵成长的过程 这每一个称呼 各有他强调的重点 但是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 其实也都是同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最简单的描述就是 一天比一天 更像我们的主耶稣 也就是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 一天比一天 更丰丰富富的彰显 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其实那也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丰盛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内在生命里 然后自然带出外在的彰显 四章十二节所列的 无论是哪一方面 我们都能够去邀请一些弟兄姊妹 一起追求成长 那基本的心态是操练敬虔 在各个方面 等一天比一天 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信息的第三个重点是 在群体中长进 四章十二到十六节 在谈身教的时候 这个在群体中长进的观念 是一再出现 四章十二节提到 都做信徒的榜样 这是在群体中 四章十五节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也是在群体中 四章十六节的 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同样讲的是在群体中 最有效的长进 不是我们每个人 各自追求各的 而是我们有一小群人 可以一起追求 2003年 我修了第一门 教务学博士的课 老师给的其中一个作业 是要我们参考 他所提供的一个单子 上面列了很多能够帮助人 灵命长进的属灵操练 他要我们自己选一个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属灵操练 然后花至少四个月的时间 去实际去做 然后报告结果 那我知道 要成功地养成任何一个好习惯 都没那么容易 自己一个人努力的话 失败的机会很大 所以我祷告之后就决定 要邀请人帮忙 我祷告考虑之后 我想到 哎呀 刚好有几位 我心中有感动 想多花点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我就去一个一个地邀请他们 感谢主 我邀请的人 有四位弟兄 都邀请了 每个人听到我邀请的内容 都决定加入 那我跟大家讲 这四位的背景 第一位是康奈尔大学大寺的一位本科生 他那时候是我们英语事工那一年 两位执事之一 这位弟兄虽然年纪轻 很爱主 其实多提依据 他与戏谷基督徒聚会的牧者 于鸿杰 他们是亲戚一个家族的 那第二位是住在离我们那个小城 两小时车城之外 另外一个城的一位弟兄 他当时正在读神学 但每个周末来我们教会 来我们城里帮忙英语事工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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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午下午到 主日下午走 第三位 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 也是我们教会当中其中一位长老 他那时候是我们香港学生团契的辅导 那第四位 是我们城里面另外一个大学 Ithaca College的教授 也是我们教会中其中一位长老 他早前也担任过香港学生团契的辅导 在那时候是负责带领 中英双语并用的家庭团契 那我们五个人 就是用英文 我们每个人各挑选一样 我们想建立习惯的属灵操练 然后我们每隔几周 就在一间地点对大家都方便的Burger King 吃早餐 分享进展 然后互相祷告 像这样的一个安排 其实非常简单 却又有实际帮助 然后又不至于占据任何人 过多的时间与精力 但我当初为着想提升我祷告的品质和深度 所以我自己选择的是操练写祷告日记 我原先比较实际 没有一下把目标定得太高 我想我一个星期能够挑一天 比如说礼拜六 那一天花比较长的时间 透过写祷告日记 有更长时间的祷告就不错了 但是没想到我才开始做没多久 我自己就欢欢喜喜 就决定免北天写 虽然我们那一个小小组 才五个人 五位弟兄 照着所约定的 在第二年五月 如期结束了 那么一个追求的小小组 我写祷告日记的习惯 持续了十年之久 其实是一直到我要搬来奥斯丁 然后那时候选择 要用一个新的操练为止 所以我举这个做例子 不是说我有什么可夸的 而是让大家知道 邀请别人一起追求成长 真的是对我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而且做法一点都不复杂麻烦 我们每位基督徒 只要有心 都可以去邀请别人来一起追求成长 然后一同经历神的赐福 那来奥斯丁这八年多 我们也很感谢神 让我们夫妇有机会 跟很多批的弟兄姊妹 以小小组的方式 来一同追求长进 有几批 是一年或两年 每次固定的都来我们家 然后也有几批 是我们轮流在不同的人家 那有的是夫妇一起 有的是我与弟兄 还有很多批 是我的好太太跟一些姊妹 前一天我们夫妇两个人 在聊天谈心的时候 我的好太太才又多说了一次 她来奥斯丁这些年 最感恩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有机会 跟一批批的姊妹 以小小组的形式 一同追求成长 那这些年来 我看得到 她因为有参加这些成长小组 确实帮助了她自己 持续不断地成长 常常有信赖我们教会的人 听到我老称我自己的太太 是好太太 所以就好奇地问说 徐师母是不是姓好 其实她是姓芳好 客观来说 光是说她全心全意地 爱护我 帮助我 就应该称她是好太太了 而且跟她相识相交 现在已经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之后 还能够看到 她在明显地持续进步 越来越好 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不多 叫她几身好太太 来表达肯定及感恩呢 那最后我分享一下 我对四章十二节 不可教人小看你年轻 这句话的感想 我早前提过 我被选为主日学老师 教会辞士的时候 三十岁都不到 林密还很浅 说起才四五年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 经常以提摩泰前书 四章十二节 勉励自己 后来过了三十岁 四十岁 甚至过了五十岁 我在心态上 还是继续视自己为提摩泰 是一个林密还不是很深 经验很浅 各方面都还需要继续长进的基督徒 其实一直到这次准备讲道 我才意识到 我再继续把我这个 已经六十多岁的人 还比为提摩泰 恐怕不太合适 不合适的不是在林密方面 因为我林密 我自己觉得还是很浅 而是年纪 保罗在写提摩泰前后书的时候 提摩泰最多大概只有四十岁上架 所以我根据这次的感受 把四章十二节 加多一些方面来表达 大家听 如果你因为你才刚信主 或年纪轻 而犹豫自己 哪能去邀请别人一起追求 还要求自己在身教上有好榜样 那么请听圣经的劝勉 不要小看自己年轻 也不要叫别人小看你年轻 如果你信主多年 或年纪比周围的人 长一些或长一节 希望你愿意与我 彼此提醒 互相劝勉 不要因为自己年长 就不再看重与别人 一起追求的重要 总而言之 我们不要让年纪 以及信主时间的长短 成为内心的拦阻或借口 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 老老少少 都有心智 一同追求 然后也都主动的互相鼓励 这次学讲到的时候 我回想起一件事情 我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新校区即将完工 所以学校就办了一个越野赛跑 鼓励全校学生 从旧校区跑到新校区去看看 那在考虑是不是要参加的时候 我跟几个同学们 在寝室里面聊天 我就说 长跑实在向来是我的弱象 我以前跑过几次 比较长的长跑 全都半途而废 都没有跑完 我想想觉得很遗憾 特别是觉得自己毅力不够 就这时候有另外一位同学跟我说 哎呀 他深有同感 那也是他长久以来的遗憾 他非常希望 有一次跑完全程的经验 所以他就约我 和他一同立志 不但去跑 而且讲好到时候一路上 要彼此加油打气 要互相叮铃 互相要求 非得要跑到终点不可 但那次的越野赛跑 我们两个人都是有生之年 第一次完成了长跑 而且还有好几位同学 受了我们两个人的影响 也都一起坚持下去 大家都完成了 以往完成不了 这么长距离的越野赛跑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如果不是事先立了志 如果不是约好 一路上彼此提醒 要求不要放弃 我们每一个人 在跑一半的时候 在好几个阶段都几乎决定要放弃不跑了 门鲁造就也是如此 是整个人生都要持续跑下去 直到终点的灵命成长路程 其实就好像在各个城市举办的马拉松 或者也像大家一起去爬山 不论年纪 不论信主时间长短 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完成全程抵达终点 如果能够几个人相约一同立志 一路上经常互相鼓励 那么每个人持续前进的意愿和可能性都会提高 也让最后我们很多人一同欢喜 庆祝成为更加可能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 把我们摆在这一个教会当中 虽然我们在团契比较是照着年纪 我们有不同的主 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有很多相交的机会 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真的是老老少少 大大小小 我们有更多的相交 更多的一起扶持 甚至有些跨年纪的 我们能够相约 能够来一同成长 恳求主我们不论在我们当中年轻的 或者是年老的 我们都有一个愿意以身教来强化言教的心智 恳求主引导 也让我们看重在群体当中的长进 愿意为我们一同追求 我们都一同更多经历到神的丰盛 我们就这样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贝 阿贝